每天都被罵 但被罵了有兩年吧 很常會說 只要是他主持 我就不看 還會攻擊我的生意 所以每次看到酸民的攻擊的時候 都往心裡去 然後就會覺得好傷心喔 之前還曾經上網 跟那個網友跟他對抢 我還有回答說 你把這個時間去做有意義的事嗎 反正你又不喜歡我女兒 你幹嘛還來這裡留言 某一個樣子被觀眾記住 或者是習慣了之後 有些人會很難接受 每天都被罵 但被罵了有兩年吧 對 就是一直攻擊 一直攻擊 很常會說 只要是他主持 我就不看 然後還會攻擊我的生意 因為我的生意以前更高嘛 我要玩贏就說 每次只要開電視聽到聲音 我就想轉胎 什麼類類的 就說怎麼很做作 很假 沒有辦法 那麼快的就消化好 所以每次看到酸民的攻擊的時候 都往心裡去 然後就會覺得好傷心喔 那時候我就 真的很認真問自己說 這真的是我想要的嗎 就這個工作真的適合我嗎 要不要乾脆就好好的當姐姐 就是遠離這一切 所以不要有那麼多的壓力 還有被批評的聲音 新聞不好的時候 其實他很難過 因為新聞不是跟真實的事件發生的一樣 然後他聽到一些報導 或是怕爸爸媽媽誤會他 他就很難過 然後他有時候後台就是這樣子 眼淚就流下來 我說我不要再想了 我要哭了 然後這眼淚都在這邊 因為等一下就要出去跟小朋友見面 他很會給我一些正面的力量 所以反而當我遇到了感情的困擾 他就是我的軍師 然後我遇到了一些 我開始覺得很負面的時候 然後他就會給我很多正面的能量 面對批評 沮喪 但是凱樂總是能從負面新聞的風暴中 找到正面的能量 背後支持她的是爸爸源源不絕的愛 凱樂曾經在部落格上寫道 爸爸不僅是超人 是馬蓋仙 更是他心目中的劉德華 之前還曾經上網跟一個網友跟了對象 他罵得很滿難的 可是我想你不喜歡他 那你幹嘛要來這裡 我還會回他說 你把這個時間去做有意義的事嗎 那你又不喜歡我女兒 你幹嘛還來這裡留言 是擔心啊 可是他就是不會把壓力透露給我們 要我們跟他分擔 那不會啊 游默感是源自於他爸爸嘛 因為他說 我今天來了 你們都沒有來跟我打招呼 類似他爸爸的個性就是一個很有幽默感的人 到時候我就很不懂事 我每次都 我爸爸會先把我把刺都調乾淨嘛 我就把餘肚吃完以後呢 我就會直接把那個最多刺的地方夾給他說 爸爸你吃 我從來沒有 我沒有罵過他 隨他去 我因為我覺得 不要 這樣子你約束他的管道 會壓抑小孩子的一個什麼 思考或是什麼 而且可能會想孩子會比較 沒有自信 越被看不起就越要證明嘛 就是被 說出來會被嘲笑的夢想才有實現的價值 就自己 自己一直跟自己講 我大量的看綜藝節目 就是各國的綜藝節目 然後什麼類型我都看 我都會看每個主持人他們的風格 然後他們是怎麼訪問來賓的 什麼時候要說什麼話 什麼話會被上大字做成效果 被解采告 每天一直看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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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封毁灭式的分手性当中 周扬青一开始并没有指名道姓 谁和罗志祥发生的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但是罗志祥的旗下的女艺人 很明显只有一位 那就是凯乐 而凯乐就在两天之后 他主动发文他道歉了 这等于是坦全了他和罗志祥之间的关系 卑鄙群长 而事实上当凯乐他还是蝴蝶姐姐的时候 他就不止一次在节目上面公开的表现 他对罗志祥的爱慕之意 不当时当然也有人以为 这应该只是节目效果吧 不过等到了凯乐从蝴蝶姐姐 转型到了性感歌手的形象之后 而且还被罗志祥签约 成为他旗下的唯一的女艺人 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就更加紧密了 曾经粉红泡泡里的凯乐 浪漫中带点叛逆气息 凯乐自从脱去姐姐的蓬蓬裙 转型后的发展 性感的女人味 让人无眼睛为之一亮 这跟几年前活泼开朗的凌家大女孩相比 截然不同 她说我总不能很年纪很大来当姐姐 我必须要转型 真的也对 不然你20岁签给冬生 到30岁的时候 30几岁要在那边唱跳 我觉得好像也有点年纪太大 现实的考量让凯乐开始认真思考 下一步该怎么走 该不该踏出出事圈 就对凯乐来说是一大考验 真的对我来说很难 从以前到现在 我每次只要 譬如说我刚当姐姐 或刚当主持 刚当综艺主持人 或者刚当歌手的时候 都会有一系列排山倒海的质疑声 你可以吗 你适合吗 一句你适合吗 不仅是外界的迟疑 其实更是凯乐对于自我的挑战 2011年凯乐接下了 娱乐百分百的主持棒 为了转型 凯乐接了更多的工作 从幼幼台到各大综艺节目 外景节目 美食节目 统统看得到她的身影 鞋子 也好厚喔 竹蛋大块而且超厚的 你看 哇塞 牛排的感觉 尽管一开始靠着傻白甜 观众还有新鲜感 但时间久了 这可行不通 果然批评的声音开始出现 某一个样子被观众记住 或者是习惯了之后 有些人会很难接受 每天都被骂 但被骂了有两年吧 对 就是一直攻击 一直攻击 很常会说 只要是踏足球我就不看 还会攻击我的声音 因为我的声音才更高嘛 我要玩音就说 每次只要开电视听到声音 我就想转胎或什么类类的 有时候怎么要死啊 还怎么很做作啊 很假啊 没有办法啊 那么快的就消化好 所以每次看到酸民的攻击的时候 都往心里去 然后就觉得好伤心喔 那时候我就真的很认真问自己说 这真的是我想要的吗 就是这个工作真的适合我吗 然后要不要干脆就好好的当姐姐 就是远离这一切 就是不要有那么多的压力啊 还有被批评的声音 新闻不好的时候啊 其实他很难过 因为新闻不是跟真实的事件 发生的一样 然后他听到一些报道 或是怕爸爸妈妈误会他 他就会很难过 然后他有时候后台就是这样子 眼泪就流下来之后 我不要再想了我要哭了 然后这眼泪都在这边 因为等一下就要出去 跟小朋友见面 他很会给我一些正面的力量 所以反而当我遇到了感情的困扰 他就是我的军师 然后我遇到了一些 我开始觉得很负面的时候 然后他就会给我很多正面的能量 面对批评 沮丧 但是凯乐总是能从负面新闻的风暴中 找到正面的能量 背后支持她的是爸爸源源不绝的爱 凯乐曾经在部落格上写道 爸爸不仅是超人 是马盖仙 更是他心目中的刘德华 爸爸辛苦了 在此祝您生日快乐 也希望您能开车开慢点 括号再三叮咛 晚上看鱼也不要看太晚 要多休息喔 睡觉 生日快乐 这什么时候拿到的 小学的时候啊 我小学的时候 我之前还曾经上网跟一个网友跟他对抢 他骂得蛮难典 可是我想你不喜欢他 那你干嘛要来这里 我还有回答说 你把这个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吗 反正你又不喜欢我女人 你干嘛还来这里留言 是担心啊 可是他就是不会把压力透露给我们 要我们跟他分担 那不会啊 那幽默感是源自于他爸爸嘛 因为他说啊我今天来了 你们都没有来跟我打招呼 类似他爸爸的个性就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到时候我就很不懂事 我每次都 我爸爸会先把我把刺都调干净嘛 我就把鱼肚吃完以后呢 我就会直接把那个最多刺的地方夹给他说 爸爸你吃 我从来没有 我没有骂过他 随他去 我因为我觉得 不要 这样子你约束他的管道 你会压抑小孩子的一个什么 思考或是什么 而且可能会想孩子会比较 没有自信 凯乐从小就是家里的掌上明珠 备受呵护 尽管家里经济状况不好 一家人住在三峡乡下 只有四平大的小屋里 也曾经为了省钱 一家三个人吃一个便当 但是曾经穷困的生活 并没有让凯乐失去了梦想 从小喜欢跳舞的他 梦想当一个舞蹈老师 他从三峡乡下的学校 一路跳进了滑岗艺校 跳进了文大舞蹈戏 却在一次暖身中伤了脊椎 原本以为跳舞的梦碎了 但是山不转路转 凯乐反而踏见了右右台 有了自己的一片天 在凯乐看似柔弱的外表下 其实有一颗坚强的心 面对挫折批评 对他来说哭过就好 他不服输的个性 说什么也要试一试 越被看不起就越要证明 就是被说出来 他会被嘲笑的梦想才有实现的价值 所以我自己一直跟自己讲 我大量的看综艺节目 就是各国的综艺节目 然后什么类型我都看 我都会看每个主持人他们的风格 然后他们是怎么访问来宾的 什么时候要说什么话 什么话会被上大字做成效果 被解释了评告 每天一直看 一直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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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做功课 请下功夫 凯乐知道他没有身后的主持底子 唯有靠着努力才能补足他缺少的那一块 但是幸运的是 他的搭档小猪罗志祥帮了他不少 然后我老板他是会直接在节目里面 就直接叮你 说这个时候你是不是应该要 干嘛干嘛了 这个问题你会不会问啊 然后什么的 就刚好他是形成一个效果 因为大家看他叮我觉得很好笑 然后一方面我又真的 他又偷偷给教我 想说原来这个时候要讲成这样这样 我刚开始的时候很常没有镜头 因为我都插不上话 我讲不到话 因为他反应很快 所以他就会一直接 一直接 一直接 所以后来我就很会抓空档 只要他看到他嘴巴快要闭上 我就马上讲 马上访问下一个问题 后来你就会插不上话